新竹县的峨眉乡居民才五千多人 在全县十三个乡镇当中排名第十二 面临了人口老化以及年轻人外移的问题 一位在澳洲留学的年轻人 因为爸爸说真希望能让乡镇给活络起来 这句话让他决定回到偏乡 推动地方创生 一开始他和妹妹合开一间免费商店 任何人都可以来到店里拿走需要的东西 并且捐出不需要的东西 兄妹俩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打造出共享聚落 接着又推广小农作物 做烘焙 开餐厅 增加在地的就业机会 号召年轻一辈返乡工作 当初因为爸爸的一句话 曾经遗落在山林的小村落 渐渐地展现出丰沛的生命力 基本是250度 你电炒箱可能开个半个小时它就温度到 但是你的窯它就是一定要最少四个小时以上 一个是洛神花 对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桶干 窯烤面包揉进在地水果 这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口味 也就是这个在地跟道地让外地游子甘愿返乡 很多都是外流 因为我们这偏乡 基本上都外流 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台北台中 对 很少会回来 因为回来这边台乡下 蛮多人会觉得 我们年轻人怎么回来 它就是地方嘛 对啊 主要是因为近 离家里近 我们把果酱加在传统的发糕里面包 把那个黑糖糕的那个糖部分 用糖味量减拌这样 让它变得更健康 又带着特殊的香气这样 这就是今天早上才真的 看似平凡的花柜 揉进铜肝后 每嚼一口挡不住的果香 让人细细品味 也因为在地取材 酒地料理又快又方便 不到三两下 咬里又有好的出炉 热腾腾出炉的田园披萨 一样是手工制成 大气摆满菜园鲜酥 200度高温熟成后 冰箱 菜甜 起司农 小农上菜 樸实的可接地气 而像这样共享平台 分享劳动收成 用时间换取收获的概念 在餐厅随处可见 这个花儿湖大概有三十几幅 超过了 那是我们当初开这些店的时候 我们在地驻地的艺术家 他觉得说应该是让大家来这边 能够来共创 所以就开放 把我们的这个天花板 让客人来彩绘 这样子会带动他们的一些回忆 然后未来他们也想到说 我在这边有留下一幅画 然后就想再回来 我们在打造这边 变成一个时光村的一个特色小镇 很多客人他们很好奇 这个时钟到底会不会转 我说事实上这时钟会转 但这转是由你自己来转 你自己决定 你一定要过什么样的时光 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爸他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来改变这地方 让这边更火热 每年都尝试不同的东西 然后都失败 这失败了五六次吧 就在网络上看到 这个国外有没备商店 然后就想说 那台湾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 我说是因为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站在路边招手就能搭便车 原来是早年乡村邻里 顺道再影一成的人情味 但如今 因为顶着大太阳等了好久 始终没有人车停下 阿婆难言失望 五年前的那一幕 直到现在想起 阿婆的心都海揪着 这个给偏乡行一个方便的初衷 是徐建志发起的 他曾在澳洲攻读广告策略 跟视觉传达 拿下双硕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 因为不忍看着偏乡凋零 人情淡薄 决定就从发起搭便车活动 开始做起 所以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 大众住很不方便 一天只有八班公车 现在是吗 现在是 现在更少 就是前阵子停驶 就完全没有公车 就像刚刚阿婆讲的 他们以前就在搭便车 而且是很顺的事情 就是他们以前踩一踩 然后到山上踩完 然后很重 就搭乔夫的车下山 那我们就想说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精神 重新的再拿回来 搭便车行动说穿了 其实就是花点时间 为有需要的人做点事情 徐建志在试着翻转时间的价值前 其实早就跟妹妹一起开了家 免费商店 儿童座椅也是跑蛮快的 大概两三个月就会出去 像去年来了大概二十几个 儿童座椅 因为这种东西你小朋友长大 你真的就不知道要多训 几凭不到的空间 摆放的都是一无一无的二手货 因为全都免费 所以店里没人顾着也没关系 这不一早就有村民赶来寻报了 这店很好 就被我利用 不会浪费资源 所以你带什么来换 茶杯 等一下就带我去装东西 很适用 就看好了 就想找一个篮子 找不到篮子 所以刚好人家不要了 自己用不到的东西 可能是别人的宝贝 这个免费商店主打的共享经济 从爱物习物出发 也从一咖纸箱开始 如今已经成为在地独特的共享生活圈 就放一些我自己用不到的东西 那东西就要越多 然后多到就开一间店 真正就真的开一间店 比较无法想象的是我觉得 真的很感谢大家 就是都会把现在没有用不到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大家 秀妹俩花了整整七年 好不容易打造出了共享聚落 但要想不换老社区 光是这样还不够 得接着把人找回来 随着悠扬情深 我们找到了一家餐厅 这里从免费商店往外走 还不到十分钟路程 也是在地人一点一滴 从无到有打造的 也有很多小浓心血串联在其中 就这样从已无义务 到鼓励自己自足 再衍生出的共享文化 也日渐茁壮 成了推动地方创生动力 我们就很聚焦在 共享这件事情上面去做 包含像免费商店 共食 然后或是共同工作空间 这些类型的东西 甚至时间银行等等的 我觉得反而是影响性 就是我们这边在做的事情 影响到外面更多的人 然后感谢改变到他们的价值观 这个从免费商店开始的 校正改造计划 一步一步的启动着 曾经被遗落在山林里的时光村 教会偏乡生命力后 或许有一天 真的会成为人们的心知所向 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